中文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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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Marco Polo Mandarin 我是中文老师 Becky 今天是中国农历的八月十五 中秋节 所以我在这儿先祝大家中秋快乐 记得小时候 每到月亮变圆的晚上 爸爸妈妈总是指着月亮对我说 你看 月亮上有一个仙女 她的名字叫嫦娥 还有一只可爱的兔子陪着她呢 这样 其实是在中国流传最广的 关于中秋节的传说 还有人说 我们中秋的时候吃的月饼 也是这位叫嫦娥的仙女发明的呢 不管是又大又圆的月亮 还是又甜又圆的月饼 那圆在中国文化里都象征着团团圆圆 所以啊 中秋节也是中国人家庭团圆的节日 关于中秋节的传说还有很多 那我认为啊 其实最可靠的是来源于 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崇拜 我们知道五六千年以前 我们的祖先对自然的了解并不太多 所以啊 他们就把月亮和太阳当成自己的神 也会在每一年的秋天丰收以后的第一个月亮变圆的晚上 把这一年新收到的粮食奉献给自己的神月亮 慢慢的 这就变成了我们的中秋节 虽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月亮并不是我们的神 而且月亮上也没有一个叫做嫦娥的仙女 但是呀 这一个风俗沿袭了几千年流传了下来 月亮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非常深远 那今天我就想从月亮对日历、汉字、汉语词汇和汉语诗句 这四个方面来给你们分享一下月亮对中国文化的影响 首先我们来讲一讲日历 你随便打开一个中国的日历 你就会发现中国的日历有两个 一般在上面是用阿拉伯数字写着的日历 也被称为阳历 这也就是国际通行的日历 在阿拉伯数字的下面呀 还有一个用汉字写成的日历 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农历 农历它其实是一个阴阳历 也就是根据太阳和月亮的运行规律来制作的 我们的祖先把每一次从看不见月亮 再到月亮变得非常圆 再到下一次看不见月亮称为一个月 所以在中国农历里 一般每一个月的15月亮是最圆的 可能有时候我们也觉得15的月亮16元 所以在中国农历里每一个月141516月亮都很圆 更有意思的是 每隔19年中国的农历会和国际通行的阳历重合一次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今天是阳历的2020年10月1日 在中国农历里是2020年8月15 那19年以后 也就是2039年的阳历的10月1日 是中国农历 2039年的8月14 相差了一天 所以日历啊 其实是月亮对中国文化最大的影响之一 那第二个影响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语言 关于语言 我会从三个方面来说 字 词 和诗歌 好 我们先看一下他对汉字的影响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 一般月字有两个意思 一个意思是天上的月亮 还有一个呀是我们一年的12个月 那在汉字里也有很多 还有月作为偏旁的汉字 是不是这些都和月亮或者一年的12个月有关系呢 并不是 我们把月字作为偏旁不守的时候 它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月字旁 一个叫月肉旁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月字旁 月字旁一般出现在汉字的右边 它代表的是和月亮有关或者和天气有关 比如说明 明 左边是一个日 右边是一个月 它们都有光 所以很明亮 还有比如说旺字 旺的月亮是天上的月 所以旺 两个旺字是它的发音 那我们从很远的地方去看月亮 就是旺旺的意思呀 也就是看很远的地方 月亮在汉字的左边 代表月亮的意思并不太多 比如说朦胧 朦胧这个词就是指月亮不太亮 所以看不清楚 所以朦胧的意思就是看不清楚 比如说艺术需要一些朦胧美 但是我想说的是在汉字里你大部分看见的月和月亮没有关系 它叫月肉旁 它大部分呢跟肉或者身体的部位有关系 这主要是因为呀 在2000年以前的小传里 月亮的月和肉字看起来很像 所以呀 在汉字发展的过程中 我们就把这两个字作为偏旁不熟的时候 和二为一了 都用月亮的月表示 那一般月肉旁呀 它出现在汉字的左边或者下面 我们看一下这个叫脸 然后脖子 肩 胳 胸 肚 肚 肚 胃 腿 和脚 所有的这些汉字 里面的月字 其实叫月肉旁 它表示的都是和身体部位相关 第三点我想说一说月亮对中文词汇发展的影响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又大又圆的月亮代表着团团圆圆 那除了团圆这一个意思 月亮在中文词汇里还有别的什么意思呢 我觉得呀主要分为两点 第一点是因为月亮在中国文化里代表着阴女性 所以呀很多汉语的词也是用来形容女性的阴柔之美 比如说碧月修花花容月貌 这两个词都是用来说女人因为阴柔所以很漂亮 第二点呀是月亮在中国文化里象征着美好的爱情 在中国呀我们有一个神仙 他叫月老也就是月下老人 中国人相信两个人能够相识到结成夫妻 主要呀是因为有一个叫月老的人 在这两个人之间拉了一条红线 所以呀他们才能有着特别的缘分 中文里的词风花雪月花前月下花好月圆 这些词都是跟爱情有关系的 比如说在这花好月圆夜他们终于结成了夫妻 也可以说爱情不应该只有花前月下 还应该有诗和远方 你看花的前面月亮的下面是不是很好的约会的情景呢 对呀这个词就是用来说男女之间约会的 好这就是我想为大家介绍的月亮对中文词汇的影响 第四个方面呀我想为大家分享一下月亮对中国诗歌的影响 中国的诗人们呀真的是太爱写月亮了 他们用月亮表达他们对远方亲人的思念 也用月亮表达自己的孤独感 我们来看一看唐朝的张九龄写了一首诗 叫《望月怀远》 诗中有两句名句是这样写的 海上升明月天涯共此时 什么意思呢 就是看到圆圆的月亮从海上升起来 天涯的意思就是远方 所以我就想到远方的你也和我在一起共享着美好的时刻 意思就是我想起了远方的你 宋朝著名的诗人苏氏 在他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也写到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公雀今夕是何年 什么意思呢 就是圆圆的月亮你什么时候才可以出来 我手拿着酒问天上 现在月亮上的宫殿已经是什么时候了呢 其实呀这一首词最有名的是他的最后两句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缠捐 著名歌手王菲也把这首诗唱成了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那我把这首歌的链接放在描述的部分 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听一下 当然诗人常常也是孤独的 比如说唐朝诗人李白 他有一首诗叫《月下独卓》 在这首诗里啊他写到 举杯妖明月对影成三人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拿着酒邀请月亮和我一起喝 月亮和我再加上我的影子 一起也有三个人了 你看所以啊他就是用这样月亮自己的影子 这样一起来寸托现在我是一个人 我很孤独 所以啊中国的诗人对月亮真的是非常的偏爱 好以上就是我为大家分享的 月亮对中国文化的四种影响 那今天的课就到这 欢迎你在视频的下方留言 告诉我你知道的那些关于月亮的中文 但是不要走开哦 今天油彩蛋 祝大家中秋快乐 我们下节课见 我们下期见